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评讯书 又到了周末了,我们讲一点中国的问题 我这两天被大家都熟悉的上海医生 张网红医生的一段话一段视频 我是真真实实的被他给感动到了 我觉得这个人以前在我的眼里 他是一个很有专业能力的这么一个医生 而且以基于自己的专业能说一点点有良知的话 尽量在捍卫,我能感觉到他 尽量在捍卫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知识人,作为一个专家 他的那些伦理的底线和专业勇气 所以我对他蛮欣赏的,年纪也跟我差不多 但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但是今天这段视频讲话 让我一下子对他的认知有了一个上升 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了 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文章 其实也是别人把他的说的话 把他录下来 然后打印出来的这么一个文章 里面他就讲 他说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去干什么呢 提了很多很多个建议 当然有时候尽量不要投资了 还有尽量少的去做长途的旅行 都是很好的建议 但是最后他说 趁这个时期因为你要待在家里看点书吧 然后他说你看一看哈埃克吧 我当时也蛮震撼的 我觉得这么一个医生 医生一般医生 但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当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沉入某一个专业的时候 往往你在人文训练 你在价值观层面你就不打形 你在思想的层面 然后一些就是所谓的人文知识的层面 你可能就是没那么深刻 要么就是浅上遮止 要么就干脆就不懂 所以我看很多个优秀的医生 他其实在关于一些公共话题的评价的时候 往往是荒墙走板 往往是不得要你 甚至是异效大方 是不是 我们也看到很多个优秀的钢琴家 你比如说我们年轻的钢琴家囊囊 你看他弹琴你还能听 我觉得 因为他是手法技术还是很娴熟的 但是你听他说话你就想死 他简直就是 基本上就在我们看来就处在一个 人文层面的文盲层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他大量的时间都去训练他的双手 训练他的音乐 音乐他是个专业 所以他在人文训练 在灵魂的深度思想的深度方面 肯定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是不是 我认识很多做音乐的人 都是很棒的音乐人 但是说实话 你跟他谈思想谈人文 你觉得这就挺没趣的 就这样子的 但是我告诉你 这张文宏医生 他是一个在思想人文 和他的所在的医学专业方面 我觉得都是有大成的这么一个人 他今天说了什么呢 他就讲他说 人类社会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今天的确在技术层面 在科学层面 在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层面 我们人类的确是很有进步的 经济学也是这样子的 经济学说 人类社会的财富 他是从亚当斯密1776年 这本书出来以后 国分的出来以后 开始进入一个人类财富的 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所以大概过去200多年 人类所获得的财富是过去 5000年的1000倍 甚至10000倍都有可能 过去的财富增长 基本上他们这个增长速度很低 而且每年都是保持一个很低水平的 这么一个不叫增长 叫做延续吧 叫延续 但是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分的开启以来 人类社会的财富 市场经济高速增长 所以你无论是今天的这个时代 是财富的增长 还是技术的提升 那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今天的人 为什么信奉进步主义 为什么信奉自由主义 为什么信奉全球化 他被眼前的这些技术的繁荣 市场的繁荣 人们的生活方式的繁荣所打动 他们如果这个东西 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是张文宏医生说 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考察的话 另外一个层面又是说什么 就是指道德 人类的道德伦理的水平 他说其实今天的整个人类社会 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涉及到你涉及到我 涉及到每一个人 我们的伦理水平 我们的道德的勤操的水平 其实跟过去几百年前的人 没什么任何区别 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跟2000年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他说这是一个悲哀 就是你按照正常的情况 中国人怎么讲的 就苍脸时而知理节 也就是说你的日子过好了 你有饭吃有衣饭有大房子 有汽车开 你的生活的条件各种各样都变好了 那你的人类的理节水平 人类的伦理水平也应该要提升 但是张文宏医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就是人类的伦理的水平和人类的技术的水平 它是负相关 它是成反比的 人类的水平 人类的技术水平 人类的科学水平 越是高搜增长 人类的财富水平越是高搜增长 但是人类的道德伦理水平 你不能说它越来越差 至少说它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增长 还保持在过去500年以前或者是2000年以前的水平 就这么一个格局 这让他觉得很悲伤 他还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当我们人类的这个科学水平和财富水平 慢慢靠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人类会变得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负非常的自大 但是他人类往往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道德伦理水平 跟过去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这构成人类最大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困境 一个悲哀一个悲剧 是吧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 你知道他好在哪吗 他好在就是说 首先第一他看到了这个人类社会的所谓的财富增长 技术增长与人类的能力水平不相关 这彻底颠覆了中国的传统这个 所谓的苍领十二知识节的这么这么一个套路 知道吧 完全不是这样的 第二他也彻底颠覆了今天的所谓的这一个进步主义的世界 这一个高科技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大科技公司主导的世界 他一定是一个优美的世界吗 完全不是 其实是一个伦理败坏道德伦丧的时代 你说是不是 你说今天的美国那么高那么这个无敌的军队 高科技的军队那么无敌的大科技公司是吧 那么无敌的这个生活水准水准 但是美国就偏偏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惊悚的 最臭不要脸的啊 最能洞传人类伦理底线 道德底线的选举的欺诈 你说这个东西你把它提升到200年以前都是不可思议的 你就提升到500年以前中国的朝代明朝或者是宋朝那都不可思议的 皇帝一定会就这样大规模的选举的舞弊啊 就是公共事情的舞弊一定要杀一批人一定要斩立决 你说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败坏朝纲啊是不是 你人心不古啊 这日子还有的混吗 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这个国家还能延续吗 那不能延续了是不是 但是在今天的这么如此科技昌明 如此财富昌明的这样一个美国 偏偏人们对这样的欺诈道德伦理的这个惊悚的 事件置之不闻啊跟没发生似的都不能说是吧 还有一批手上手上有枪的美国人对这样的惊人的选举的欺诈 也是跟没事人似的 居然就没有人起来反抗 还左一个暴力又一个暴力的 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选举欺诈更残酷的暴力吗 是不是相对于暴力我觉得暴力算好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选举欺诈真的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变成炮灰 真的什么都不是 哎呀这就是今天的人 我觉得张宏宏张宏宏真的很聪明 他聪明在哪里呢 第二点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 他说人类的道德伦理水平跟过去几百年以前 没有任何的进步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不能说今天的伦理的水平 人类人类行为的伦理的水平道德水平比过去更差 你也不能说今天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的伦理的水平比过去更好 也就是说他在关于人类的这个伦理的水平 道德的水平 人性的格局 你既不能让说他退步 你也不能说他的进步 你既不能说他堕落 你也不能说他什么样上升 对吧这是个很智慧的说法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圣经传统下的基督徒 我们这些热爱思考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的这个人性是万古不变 真的是我说过的人他就是五个词 有限有罪无知无理无耻 从过去到现在以至于未来人都是这样 你只要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一定是人人都是罪人 一个亿人也没有人心比万物都伪诈 没有人能够猜透 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关于你人性 你千万不要以为所谓的中国的共产党 教你的那些愚蠢的教材 说过去的人是叫什么 叫原始人 原始人肯定是很不厚的是吧 很残暴的人吃人嘛 这是进化论嘛 是不是猴子变化 猴子就没有伦理嘛 你千万不要被这套搞进去了 人性从人类诞生的那第一天开始 和今天没有任何区别 你说是不是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你比如说我们都圣经的知道 亚当夏娃那是人类的始祖 他们犯了错误以后 夏娃吃了禁果以后 你看亚当是怎么反应的 亚当说不是我 这个这事跟我没关系 这是这个女人让我吃的 他第一瞬间 他就把责任推给了女人 知道吧 那女人面对上帝的追问 他怎么说啊 这不能怪我 是蛇告诉我说 吃了以后我能看见 是蛇在诱惑我 他又把责任又推给蛇 推给魔鬼 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最惊悚的 这个推卸责任的人性呢 暗黑的人性呢 今天的人类时候 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 我是不是这样 遇到一个错误 你第一反应一定说 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我没错都是别人 知道吧 都是这么一点都没变 几千年以来一点都没变 知道吧 比如说啊 我们说的创世纪最早的亚当下 我们说耶稣时代 你看耶稣啊 他做了很多事情啊 完了以后最后要审判他 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那个时候的人 有面临一个选择 你到底是选择耶稣呢 你还是选择一个贼呢 是不是 结果那些犹太人 那些自以为这个道德造人的 那些犹太人就高举双手 我们要巴拉巴我们要巴拉巴 我们不要耶稣 是吧 他宁愿选择一个贼 他也不愿意选择一个上帝的儿子 他就是这么简单 宁愿选择一个恶人 他不愿选择一个好人 为什么这就是人性呢 今天的美国是不是这样 你说川普这个人多好啊 是不是他人家说 你看他做了四年总统 他本来的财产是40多亿 现在只有20多亿 财产缩水一半 四年当总统一分钱工资没拿 把每年的工资都奉钱出去 给军人秀墓地是吧 做了各种工艺的事情 你说其他的总统 哪一个不是赚的盆满钵满 你说奥巴马就个屌丝 还没我有钱呢 奥巴马当总统之前 还没我今天有钱呢 我比他有钱多了 是不是 结果他当了四年 当了八年总统以后 变成的快一万富翁了 住的是最豪华的别墅 开着私人飞机 是不是 完了以后在海边巨大的院子 然后要别人搞绿色搞环保 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 你说这些人有多臭不咬脸 你看你看他的伦理水平到哪 所以我觉得这个张国宏医生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很聪明很聪明 我就佩服他这一点 他并没有说我们今天的人 人类伦理比过去的脑总数更差 那中国人都是这样子 人心不古 你知道话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的人心的人 人类的伦理水平跟古人比 那差远了是不是 真实的水平可不是这样 真实的就是张国宏医生说的 过去的人类的伦理水平 和今天的人类的伦理水平是一样的 人性不变 人从头到尾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臭不咬脸 都是有陷有罪 无知无理无耻 你说他这个水平 我告诉你放在中国的思想史里面 那比孔子可是高明多了 孔子怎么说的呀 孔子和庄子 还有他们都是有一种所谓人心不古 大道不存 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人 你看孔子是怎么讲的 叫无从周 就是我作为一个思想家 我追随的是什么 是周代的文化传统伦理 是这种东西吧 所以他意思就是周代的人 一定比他所在的春秋战国要好很多 那这不是愚蠢吧 这不是你根本就不行吧 周代的人跟你春秋战国那是一样的 你春秋战国的人 跟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 这个人性都是一样的 人性从一开始就坏 然后现在也坏 以后也坏 你不能说更坏 你也不能说更好 我觉得张祸鸿医生真的很聪明 我很佩服 我个人认为 他并没有像我们一样 接受过良好的圣经训练 也没有像我一样 接受过很好的思想史训练 也没有介入到一个系统的 一个思想史的一个变性里面 但是他就靠直觉 我跟你说我读圣经这些年 我为什么有时候我很喜欢有一些基督徒很不错的 就是那些爱思考 有自己专业能力的基督徒 他只要愿意思考 真的他慢慢慢慢 他圣经上帝话语 会给他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直觉的判断力 你让他说出一系统的东西 这些协片文章他肯定写不出来 但是他那种直觉判断力 他是价值年成 所以我看到张国宏医生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一个基督徒 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那刚好我也写过这样的文章 我就讲 我说要有一个人就是什么 尤其是基督徒 你不要一天到晚假装说 我很属灵 我很属灵 我一受洗衣服 我就幻想自己是一个义人 我幻想自己是个圣徒 我阴性称义 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是吧 我就享受上帝 耶稣给我的阳光与露就行了 耶稣就恩典足够我用 问题是你用什么 上帝用你什么 是不是 上帝要用你 主要用你 你有什么东西制的用呢 是不是 我之前也给大家念过一首 泰格尔的诗 泰格尔写过一首诗 说一个乞丐 完了以后他在路边乞讨 然后他知道上帝要坐着他的马车 要轰隆隆的来临 他这时候啊 就想向上帝乞讨一些重要的东西 然后就双手就就就这样伸着 跪在地上 非常的虔诚的样子 然后上帝来到他面前 然后就向他看了一眼 然后就问了他一句话 朋友你给我什么呢 哎 然后泰格尔说主啊 这个你开的是什么敌王的玩笑啊 你一个这个万王之王 你一个宇宙的造物主 你竟然像我这样的一个乞丐 索要礼物 我有什么能够给你呢 但是他也觉得上帝找他要了嘛 他又觉得心里不好意思嘛 然后就在自己作为一个乞丐 他有个破口袋嘛 在里面找啊找啊找啊找了很久 然后在里面终于找到一颗这个 即将腐难的玉米 因为他吃的时候没吃完 可能还有一颗 然后就把这个玉米拿出来 就是双手送给了这个啊 万王之王送给了上帝 然后第二天啊回去以后啊 早上起来他就开始翻自己 翻自己的这个口袋 发现里面有一颗巨大的黄金啊 他就哭了 他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是宝宝 所有的都献给上帝 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啊 你要问你自己你能做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不要一天到晚假装属灵 不要一天到晚坐在家里 就是感觉自己特别属灵 特别有祷告 完了以后你什么都不做 所以我觉得张国宏医生呢 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 一个人呢第一要有信仰 你没有基督信仰 你的价值观肯定不对啊 肯定不对 你一定会做错事情 你的方向性的错误 你做什么都白搭 第二你一定要有专业能力 真的要有专业能力 你没有良好的专业能力 你做什么都不行的话 你那是就是口弱玄和 这个什么两手空空 是没有意思的 所谓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成为一个工程师 成为一个科学家 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一个管道工的话 你在你的社区里面 你是最好的管道工 你的技术最好 这就是你的专业 你如果是个终点工 你擦的桌子 你擦的地板最干净 你的这个客户最对你最满意 这就是专业能力 是不是 你是一个清洁工 你扫街扫的最干净 所有人都向你伸大拇指 你就最干净 你是个洗衣工 你一定会发现你洗的衣服 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最干净的衣服 你就是有专业能力的人 并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真的 但是如果你做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一天到晚还吹牛 你根本就不叫属临 那你叫做昏日 叫懒惰 你知道吧 叫做什么呢 叫做懒惰的恶徒我跟你说 所以我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有专业能力的人 你必须还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 说出你内心想说的话 你看张国宏医生的三点都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 这是后两点后两点他是有的 所以我今天我看了张国宏医生的 这一番话以后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 这么一十几分钟的我的感想 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中国其实是有人才的真的是 可惜就是共产党太邪恶了 真的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 但是我有时候想起那一块黄土地 我还是内如雨下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对这个国家 其实是有情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